我們在最後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你的照片如果你是像我剛剛照片物件這樣一個進來 假設沒有去背的話其實它都是四四方方的 像剛剛也有同學想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剛剛的文字語 如果這些形狀你都不喜歡 可不可以自己做當然可以啊 這個網站最大好多就是它很多都是可以自訂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增加圖案 但是一個前提 你是要去背的 你的形狀才會不一樣啊 不然你進去就只是四四方方的 好就四四方方 那我們這邊也是相同 你看我們在Photocab裡面 這裡面你要像這樣子有這樣的形狀 Photocab有個好處 它可以套用遮罩 它可以套用遮罩 但是呢 你要套用這個遮罩呢 有幾個前提要稍微留意一下 給你看一下 在這邊 這個遮罩 Photocab稱作遮罩外貌 那你要做這個外框 第一個當然要會找圖嘛 所以我給你關鍵字 這個的話像筆刷一樣 所以像brush 然後呢 因為我要拿一張遮罩的 mask 因為我又想要有透明的 假設你不要有透明的也沒關係 就直接 brush mask 這樣就可以找到 好就可以找到 好所以你看我們 在教材裡面 我有放一個 教材這邊我有放一個這個 筆刷黑白圖搜尋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裡點開 點開 那就直接按下去 就會看到Google 搜尋這個 有沒有看到很多 所以你要什麼形狀的話有 雖然我們現在不是自己產生這些所謂的形狀 而是去用別人現成的 但是呢 在我們影像處裡面 遮罩的概念 就是 白色保留 黑色變透明 白色留著 黑色變透明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像墨汁一樣 所以是顛倒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把它反轉一下 顛倒過來 把黑的變白的 白的變黑的 這樣清楚嗎 好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其實如果你有喜歡的你可以下載 但是 我又幫你準備好了 我又幫你準備好了 來看這邊 來你看 你把檔案打開 有沒有看到那個筆刷遮罩 我裡面準備了 12345 這樣OK嗎 好所以 你找到這個 但是這個要怎麼用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你就放在這裡 一個 我放到PotoCAP裡面去 什麼意思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我先把那兩個照片線加進來 一樣用我們右上條這個照片物件 用照片物件 就是說 你要增加變成另外一個合成 把照片疊到 現有的 PotoCAP 專案裡面 你就是要用上面這個照片物件 這樣才可以把別人加進來 你看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兩張原始的圖檔 對不對 都是四四方方的嘛 那你要一起加進來 你就一起點沒關係 按住控制鍵 可以一起選起來 讓他們一次就進來 好 他們兩位進來了 一個 兩個 那大小你可以自行調整一下 好 OK 那麼 這樣子進來 雖然做海報這樣也可以 可是你會覺得 比較有貼狗皮藥的感覺 對不對 我們講的就是太過四四方方 所以我們通常有一些變化 那怎麼變 你看我們下面這裡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看到 瀏覽照片 在右手邊有沒有叫遮罩外框 這樣 按一下 這裡就有一個叫遮罩外框 遮罩外框 其實像我們 PotoCAP裡面內建也有提供一些 圖庫 在這裡 瀏覽照片的右手邊有沒有影像物件向量物件 這些都有 都有 這裡有一個其他軟體沒有的功能 我覺得PotoCAP在這方面倒是蠻不錯的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下面這一列 這樣是有點小小的 所以它很貼心的提供的是什麼 123有看到嗎 最下面這裡有沒有123 因為平常說你覺得這個 用這樣太小的話你應該會做一件事情就是這樣拉高 對不對 那你喜歡嗎 我們在這裡你看 我只要按一下 2 有沒有變兩排 按一下3 有沒有就變三排 至少目前我沒有看過任何軟體有這種設計 算是它的 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它內建的 這些物件你就按著丟上來 這個是它內建的圖部 內建的圖部 那我們要的叫做遮罩外框 你看我點了 有沒有看到裡面就有一些了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都是黑白的 我的會比你們多一點點 就是我有一些這個資料夾 你們的沒有 因為你們的是標準版 因為它其實有一些叫做 所謂的素材包 Photocube有人家收集的素材包 那裡面會多更多 但是沒關係 你先看看喔 我如果這樣直接把這個丟給它 丟給我要的 套用的照片 你就丟上去就好了 放開 有沒有就有效果了 但是現在這個並不是我要的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貝姐是白色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不對 我先還原一下 我要套用之前 請來左手邊 遮罩外框這裡 你找到遮罩外框的設定把它按一下 知道為什麼它一定是一個 白色的吧 因為它用的是叫顏色遮罩 你要告訴它 不行不行我要透明的 這樣清楚了吧 所以這樣設定好了OK 丟進去 你覺得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馬上這裡就變了 對不對 那 各位要注意的是 你看 到底是什麼顏色保留下來 你覺得什麼顏色會保留下來 請問是不是白色 留著 黑色是變透明 那如果像旁邊這一棟 灰色的怎麼辦 灰色就變半透明 這樣清楚了吧 好就是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Photoshop裡面的塗層遮測片也是一樣的概念 也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有學過其他影像處理軟體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觀念只要一通的 你換別的軟體 只是什麼 操作方式不同 但是使用方 的 結果是一樣的 OK 那 這個呢 如果 你要 直接用 可以 像這樣用 但是 我們的 現在不放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就是請你把那些圖片就放到他 遮照外框 就這個程式軟體 遮照外框裡面就好 那這樣你在這裡面就會看到 第二個方式是 你就直接從下面這邊 告訴他 我現在不想要用你這裡了 我想要自己 去找我的 這樣也可以 左下角是不是有一個變更資料夾 直接找也可以 那你們要用哪一種 我通常 比較喜歡第一種 就是我把圖片丟進去就好 因為我怕你以後找不回來 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呢 我會比較建議 你看一下他 遮照外框是放在哪個資料夾 好不好 來看一下 新制圖上有寫 在這邊 就是在一個叫MASC那個資料夾 Folocab那個目錄裡面 有一個MASC的資料夾 你只要把它扣到那邊就好了 那這邊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要做這種遮照的話呢 它有幾個 部分你要留意 第一個 它必須是PNG8位元的才可以用 8位元的 8位元的 第二個 你要把它轉成灰階不透明的 也就是說 因為 我們在裡面是不是有黑跟白 或者灰色 你不能有其他顏色 其他顏色就沒有用 一定要是黑白的那種 色階的 再來呢 白色代表不透明 黑色代表不透明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特性 我先把它扣過去 給你看一下 我把這五個把它複製起來 好 我拿到我的Folocab裡面 你看 我進到Folocab的資料夾 有沒有叫MASC 點進去 我來這邊貼上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我就把它這邊貼上 貼完了之後 它會自動重整 有沒有發現我下面多了這幾個 這五個跑出來了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那我現在呢 這一個剛剛這個我先還原 變成 原來的 這樣 你要哪一個感覺就按著丟過來 有沒有就有了 這樣這裡是不是有已經掏那個感覺了 這樣了解了嗎 你只要把它丟過去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有點陰影 旁邊 柔邊一點的話 可以嗎 可以 不要客氣 點兩下 登登 剛剛我們在用的是上面這裡叫做塗層對不對 你看右手邊右手邊有沒有叫陰影 把它告訴它起用 這個時候 你們家的陰影就跑出來了 我把距離拉開一點 你會看得比較明顯 把它 擴散大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影子跑出來了 有沒有這個影子就跑出來了 這樣有看到吧 所以如果你要大一點也可以啦 擴散的程度你可以再暈開一點 然後呢 因你的距離 比如說我用到40 40 好 擴散到20 這樣就會比較大 因為你可以自己看到 那你想要點柔柔的 不要那麼硬 就把柔邊打開 就回到上面這裡 我叫柔邊 好 柔邊 你把這個柔邊打開 柔邊的程度 開多一點 它旁邊就有柔柔的 有沒有發現現在旁邊有點 就是佛羅修裡面講的 語化 的feel 語化的感覺 這樣清楚了 所以OK 這樣就有啦 好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你只要這樣做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 找到你喜歡的 把它丟進去 這樣子 這樣 不一樣的形狀 感覺就不同了 對不對 陰影你可以打開 然後呢 剛剛的柔邊 他的 陰影擴散 就是我們講的 陰影的語化 陰影的語化 這樣有沒有感覺 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會導致 都是四四方方的 因為其實我們做 影像處理 有時候 不是做四四方方不好 而是 如果你太多四四方方 看起來就是四四方方 所以我們常在笑的時候那個 城市設計師 做網頁的話 他最喜歡四四方方的 因為什麼都不用做 他就可以處理好了 那美工人員 看到這些線條 就馬上 你怎麼做這一種的 很難看 等他改完了之後 拿給工程師 工程師就會跟他講 你為什麼要這樣刁囊 因為 有不同線條的 層次設計就是最不會做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網頁 都是功能式就是一塊一塊一塊的 就會像這樣 OK 所以這樣 這個範例設計到這邊 請問有沒有問題 當然你打字那些應該就比較OK吧 打字你看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PoloCab沒有好幾種打字的方法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123 右手邊 有沒有 上面這個就類似我們在 那個office裡面那個叫什麼 就是所謂的文字藝術師那種感覺 也就是說你可以有一些內建的一些 樣式 你就可以直接打了 那麼如果你的字比較多的 你可以用第二個 文字方塊 這個就類似我們在 Word裡面這種 你可以 比較多文字輸入進去之後 它有個小的編輯器 可以設不同的大小來顏色 那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文字藝術師 還有一個功能 文字藝術師不是有可以套不同的形狀的感覺嗎 它也有這個叫做藝術文字 就是這個 所以它有三種文字 那其實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你可以做參考 那這個範例我就先 到這邊 但是重點是等一下我們還要做立音 所以呢 待會兒我再錄另外一段 咱們 看看 製作 製作